重温经典,以古见经 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大家读孙子兵法 今天的原文是 故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 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间,大敌之亲也 孙子是非常强调兵力原则的 有绝对的优势兵力在他 十倍于敌人的兵力打包围战 五倍于敌人的兵力才能去进攻他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兵战,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绝对优势,如果你只有两倍于敌人的优势 那就要倍则分支,去调动敌人 让他分兵,去切割他 然后形成我方更大的优势,再来去打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战 一拖较大的作战空间来换取时间 来移动兵力,包围敌方 以优势兵力来速战速决 毛泽东把它总结为地底主力,右底深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大概是这个意思 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 意思就是兵力相当,两军遭遇的时候 如果你打得过,那就打 打不过,就跑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 打得赢就打,打得赢就跑的意思 如果你不跑会怎么样呢 小敌之间,大敌之亲眼 你坚守着不跑,你就会被敌人给抓了 我们来详细分解的几句话 详细的注解 实则为之就是你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 你就可以包围他,逼他投降 获得人呐,人间递真 有一句话叫一女秤城,可敌师夫 未聊字里面有这句话 他说守法,一而当时,士而当百 败而当千,千而当万 就是你守城的人啊,一个能当十个 那么我们反向思考 你攻城的人就要以十个去打一个 杜牧的注解,围是四面累合啊 不仅是要战胜敌人,而且不能让他给跑了 凡四面围者,必须去敌城稍远 战地极广,守备严密 如果兵不够多,就会有所缺漏 意思就是你如果去围对方啊 你肯定不会在那个城池下面围嘛 你可能离城池的距离稍微有一些 那这个时候你的面积就很大 那这个人守备要很严密 如果你的兵不够多,城池上面的人啊 就会看到你哪里会有所薄弱 然后专门打那个地方 就有可能,让他给跑了 武则攻之 就你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可以进攻他 曹操的注解叫 以武敌则三树为阵,二树为姬 那怎么打呢 就是三倍于敌人的兵力做正面出战 然后留两倍的兵力在手上 作为预备队,等待的出气之声 张玉的注解叫 金,钱,扰,后,身,东,击,西 没有五倍的优势兵力呢 你分不出那么多兵做这么多事 如果你的兵力是敌人两倍 那么优势还不够大 你这个时候呢 就要想办法让敌人去分兵 杜姆说 贝则分支的分 不是分自己 是分敌人 让他分兵 我两倍于敌 那么我用一部分的兵力 取其要害 或者是攻打他 必须要去救援的地方 让他本来只有我一半的兵力 然后还要分兵去救援 那么剩下来的兵力就会比较少 那我更容易战胜他 曹操注解的更简单 以二机则一树为阵 一树为机 曹操说的就是分自己 杜姆说 阵机分兵跟兵力多吧 没关系 说只要出战就有阵和机 你看项羽到了乌江边 只剩了二十八机 在自吻之前 只有二十八个骑兵跟着他 他挤在一队打 而且还要分机兵和阵兵 循环相救 江泰宫说 不能分移 不可以与机 就是你不懂得分兵之术的 你没有办法跟他讲 什么叫真兵和机兵 镇机的这个内容 在后面的诗篇 我们再来详细的去讲到一些 关于他的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故小敌之间 大敌之情也 敌则能战之的意思就是 我方和敌方的军队 如果相当的话 兵力相当 势均力敌 那么就要有能力打这一仗 曹操的注解叫 急与敌重 重等 善者 由当射服 机兵甚至 就是怎么打 还是分战之法 就有机又正 正面挑战 然后呢 侧面的预备队 来射 埋伏 曹操没说 几阵几机 没有说兵力怎么来分费 不过从历史的战力来看 这种诱敌伏击的战术 去挑战的 往往是小谷部队 真正射服的 那才是大部队 少则能逃之 意思就是 兵力比敌人少 那就升勾高累 不要出战 或者逃逆兵行 让敌人不知道虚实 然后全军赶紧跑 不弱则能避止 意思就是 势力不如对方 那就要速速逃走 不可延迟 如果敌人守住我的要害 那我下跑也跑不掉了 孙子是一个极其保守和谨慎的人 先慎 后战 他没有慎慎 他就不打仗 只要兵比敌人少 那就不跟他打 这一点似乎跟我们平时宣扬的价值观 不大一样 我们津津乐道的都是以少甚多吧 历史上以少甚多的战力比比皆是 那怎么就不能打呢 这在管理学上其实有一个道理啊 叫做沉默的证据 就真正的绝大多数啊 绝大多数 大概率的事件都是沉默无言的 所以都是你不知道的 而那些小概率事件 以少计多的事情 居然能打赢的 人们都会替他打死的宣扬 一千年之后你还知道 那三千年的例子累积起来 这就显得比比皆是了 沉默的证据是什么呢 首先那些少则能讨之 不落则能避之的将领 他们都很沉默 都不说话 因为逃跑没有什么好宣扬的嘛 所以你看在十一家驻孙子 这个本书里面 十一位驻戒孙子兵发的人 竟然没有一个人写出一个战力 举一个例子都没有 当时有一个人补充说明了 张玉竹节说 敌人多 我军少以逃之 但是 他写了一个但是 他说 如果我治必乱 我愤必带 得敌虽重 亦可以斩 意思就是 如果我的智力部队 很严格 按照我的兵法来进行 进退有据 而敌方是很乱糟糟的 一群一窝蜂乌合之众 那么我就可以打他 如果我很奋勇杀敌 而敌方很疲惫 疲于奔命 那么我也可以打他 然后他举了两个战力 一个呢就是武器 以五百 这个骑兵 去破 秦军五十万的 一个案例 一个是谢选 以八千不足 去打败 附坚一百万部队的 这么这个战力 他说 你齐虚逃之乎 你要逃干嘛呢 你看看 孙子讲 不要一段机事 筑节倒是举出了两个 鸡蛋打碎尸头的案例来 如果我们按照 张玉讲的这个方法 有五百乘去打五十万 用八千人去灭一百万 很多人总会觉得 自己会成为那个弹士 总会成为奇迹 但事实上 所有的弹士都被写在了历史书上 而且你看历史上 每一个弹士的后面 其实都有无数的偶然事件 你少凑齐了一个都不信 今天我们给 少则能讨之 不落则能避之 补上两个战力 一个是沉默的证据 一个是大肆宣扬的战力 沉默的呢 是石打开 石打开的远征军 在清军的围剿 堵写之下呢 一年半的时间 转战川前滇三省 然后呢 四进四川 突破上江防线 最后还是被跑掉给死了 还是沉默了 也没有办法来证明 他的做法是对的 另外一个打四炫扬的战力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口气跑了两万五千里 然后呢 跑掉了 最后还取得最后的胜利 就是红军的长征 小敌之间 大敌之情也 红军在江西如果不跑会怎么样呢 不跑的话就会被敌人抓 典型的战力 就是汉朝名将李灵 汉武帝要给李王力送两场 然后呢 李灵 齿鱼坐后庭部队 他请战 帅五千步兵 直到匈奴的王廷 结果被匈奴的十万计 给包围了 兵败了 投降了 汉武帝呢 因此杀了他全家 还害得替他说话的司马迁 受到了攻刑 人性的特点就是要赢 但是现实呢 很有可能是要输 所以我们要懂得认输 红基的老板 石正荣老先生 他说认输才会赢呢 这句话还有这里 我们也说了 输了生活还会继续的 输掉的 咱们的认 保住和扩大咱们赢得的 福将者国之福也 福州则国必强 福系则国必弱 故军之所以换军者 三 不知军 只不可以进而为之境 不知军不可以退而为之退 是为弥军 不知三军之事 而同三军之政者 则军是祸意 不知三军之权 而同三军之任 则军是一意 三军既祸且一意 则诸侯之难之意 是为乱军隐身 意思就是将帅啊 是国家辅佐的重臣 辅州则国强 辅西则国弱 这里是州和系 有三个意思 第一个呢 州是才智具备能力全面的意思 系呢 就是能力有所欠缺 第二个州呢 就是行事周全的州 但系呢 就是有缺漏 第三个州是周密 谋不屑于外嘛 那么系呢 就是行见于外 让大家看到你的虚实了 让让你的空子 我们做事也是一样 要周全周密 算无一策 有一个地方没考虑到 就有了系 到时候就在这个系的地方崩盘 你再喊冤 这个谁知道 那就没有意义了 中国有句古话叫 不知者不罪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话 不知者就是最大的罪 你不知你怎么担待这个责任呢 孙子接下来讲了 国军的三个不知 就虽然你是老板啊 你不知道的事情 你还是别管 第一个不知就是 不知道军队不可以进的时候 你逼他进 不知道军队不可以退的时候 你逼他退 安史之乱 跟淑涵说同关 唐玄宗不知道不可以出战 逼他出战 结果全境覆没了 丢了同关 长安失守 唐玄宗逃亡了四川 飞水之段 谢玄跟傅监说 您把军队退一退 等我渡河过来跟您决战 傅监不知道不可以退 就下令退 后面呢 不知道为什么退 那京军大喊 秦军败啦 秦军败啦 后面的一位前面的败 一哄敖散 就真的败了 这就是不知道进退 不知道军队的进一退 其实都是生死从亡 其实企业也是一样 第二个不知 是不懂得军队的事务 却要参与军队的管理 司马法说 军容不入国 国容不入军 治军和治国 有些规则不一样 兵经这部书叫 在国以信 在军以诈 张语的主节叫 仁义可以治国 但是可以治军 权变可以治军 但是可以治国 前面说的复坚啊 本来他是一位英主啊 英雄 但是实力上空前强大 性格上来说呢 包容大度啊 由于天子 对臣命的形态 来对待谢宣 以诸葛亮七星 梦获的气度 来对待谢宣 让他先过来 收复他 让他服气 就忘了兵者 国子大师 死神之地 成王之道不刻不察异 一点都大意不得 复坚一个不注意 就兵白入山道 最后发展到生死过灭 多默的主节呢 叫军队的礼度 法令 自有军法从事 如果以寻常治国之道 军士呢 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 多默举了周亚夫 细流的例子 汉文帝啊 慰劳三军 到别的军营 门卫都是直接放行啊 将领呢 就是慌忙抽营 到了周亚夫的门口 被拦下 还要等通报 说军营之中 只能听将军之令 不听天子之令 通报两久 周亚夫也没有出营 只说请进 还要求军营当中要慢行 马车不能跑得很快 最后他在自己的大仗门口 逾于文帝 攻守行李 说甲咒在身 不能跪拜 文帝啊 就叹服不已啊 在车栏杆上 向将士们点头之意 从此认定周亚夫 是可以依靠的大将 临终呢 还嘱咐景帝 说有兵家的事啊 就问周亚夫 周亚夫果然 替景帝平定了 其国之乱 不过杜牧啊 把周亚夫的这个故事 放在这儿作为例子 虽然是典型 但也不完全恰当 汽柳军营的事儿呢 有文帝的品格在 也有周亚夫的性格在 他的性格就是牛嘛 他不光在军营牛 他的皇宫也牛 最后弄得皇上很不舒服 晚年稀里糊涂的 给问了个谋反之罪 他拿说的了 绝食抗议 饿死了 最后 第三个不知呢 是不懂得军队的权变 却要参与军队的任命 不得其人 就会满盘结束 最典型的战略 就是长平之战 赵阔至上台兵 不能马仗 联波知道 令向如也知道 赵阔死去的父亲也知道 赵阔的母亲也知道 就俩人不知道 一个是赵阔自己也不知道 第二个是赵王不知道 四十万人的生命 就这么被端送了 这三个不知都在讲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这是将忠语之患 意思就是 江泰公所说的 国不可以从外治 军可以从中日 国内的事 归主军馆 不可以从国外 来去进行处理一些事 或者是借鉴外国的一些 什么经验来去处理 军众的事情 归将军馆 不能由国军来进行遥控 如果国军老是遥控 这三军既获且以诸侯之难之以 就是一些敌国 就会乘袭而入 打你了 世卫乱军引肾 是捣乱军队 把敌人迎来 让敌人得胜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是讲给国军的 但是你不能假设 国军一定会听 只能启发他听 他如果不听 你还得听他的 否则你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你还什么英雄 还什么保家卫国都扯淡 岳飞 岳飞死了 人们战胆是英雄 骂秦慧是奸臣 但是宋朝还是亡了 他还是没有尽到保家卫国的责任了 你看秦国的王姐 秦王把举国六十万大军都交给他 去灭了六国 统一天下 他今天派人去找秦国 秦王要块地 明天派人去要盖个房子 就是要秦王放心 我求田问斋 心无大志 岳飞那个指导黄龙府 赢皇二帝的雄心壮志 高宗怎么说得了 你想 一下子回来俩皇帝 那我这个皇帝怎么办 谁能保证 赢了之后 不变成拥立了呢 皇上可以不懂军事 将军呢 不能不懂政治 将在外军民有守不守呢 是给皇上立一个规矩 但是只能奇葩他 自己去守规矩 不能假设他一定会遵循这个规矩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